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信長的世界,我是老郭 今天不是打鬼神啊,鬼神我也打不贏啊 最近最熱門的就是行程戰 要打那個會廳啊,最後一個不認我 我也打不贏啊,我主帳號也打不贏,真的沒有辦法 關鍵在什麼呢?關鍵我在,在於我沒有一隻很紅蟲 念那個帳號沒有紅蟲家老 最近有一個迷思啊,就是有一個網友啊 在那邊聊天啊,就講到這個裝甲龍的問題 他們在討論說到底是哪一隻蟲最好用的 然後輸出啊等等 我目前有看到比較強的就是這一隻啊 可是這一隻不是給我助長好蟲導的 這隻給我小蟲導的 而且最糟糕的是,牠只有三十幾 三十等 我們之前已經有做一個專輯啊 如果三十等要升到四十等 我必須要有至少九隻,九隻還十隻的成長量給牠吃 那如果是九個成長量,就是要有三十等的龍 三十等的龍,九隻變成要給牠吃 好,然後再變成四十等 那四十等要爬到五十等呢 又要有九隻或十隻的四十等的龍 會牠吃 喔,不合啊,這樣就幾隻了呢 這樣就三十等的十隻,四十等的十隻 然後再來到五十等之後呢 欸,有一個人提出了一個問題 他說好像龍可以到五十九等 沒錯,按照這個升級到贏的話 應該最高還是五十九 可是我不能確認,為什麼 因為我不會拿五十等的龍去變成要給五十等的龍 我不會拿五十等的寵物 去變成要給五十等的寵物吃啦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隻可以讓牠吃啊 當然只要吃一隻就知道了啦 有機會我照來試啊 可是還是有機會抽到中條龍嘛 因為,三十等的龍可以把牠練成 這一隻三十等的龍,你看它的數據是最基本的 還沒有練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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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要記得這個小寵物啊 來看我們的藥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燙福齁 有人會問說,那牠有帶寵物 那為什麼寵物不出來幫牠 因為你的寵物 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裡 不是這裡啊,寵物 寵物來,寵物 寵物來,寵物出新書 這個就是 等你滿集之後 你可以吃出新書把它回歸成一集 當然不是最上限回歸啦 是你現有的等級會回歸到一集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把它練到五十 吃出新書它會回到一集 上限還剩五十 所以你等於重練第二次 但是你重練第二次的時候 你原有五十等的那個數據 就會保留十%給你去繼承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又爬到五十 再吃一次出新書 它會再把新的數值 繼承十%再讓你重新再練 所以我已經有知道說 有人洗過兩次了 所以牠的寵物等級各個數據都非常高 然後再來就是 牠這個龍啊 龍 不管是什麼龍 反正就是任何寵物 牠在最高的等級 該有的數值的上限 牠是有頂的 聽得懂嗎 例如啦 我舉個例 譬如說 微五十等 牠的血上限可能就是 譬如說 例如說五幻 那 可能裝甲龍 牠的血五十等上限可能是 三萬六千五 你懂我的意思嗎 每一種寵物的各個數值的上限等級 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專精練戰衣數據的話 有可能你還沒有滿的 譬如說我練到三十幾級的時候 我一直在沖血 一直在沖血 一直在沖血 這個數值 也就是說你在訓練過程 選擇那個排序的方式 一直在沖血啊 如果你吃這個藥 吃這個藥 這個小夥伴訓練票據 就是說你可以選擇 一個屬性 譬如說血 出一張金卡 你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你每回合訓練 它都會加到你的血 都會加到你的血 這樣很快就出現 你可能還沒滿錢 你的那個數據就出現說 你已經滿人了 也就是說 你在訓練 就算你的血有拿到 相關的卡片 你也沒有辦法再升血 這一項的數據了 那只有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身高你的等級 身高你的等級 那你的上限會跟著提高 身高你最上限的等級 譬如說我現在50 然後就身高51 那它的數據上限還會再大高 那不然就是第二 把你的等級收回到 洗回第一級 洗回第一級 那你再繼續訓練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你都訓練一半了啊 你當然就是硬著頭皮繼續訓練啊 你怎麼可能就從中間洗回第一級 對不對 所以就譬如說 你如果單一項去衝數據的話 後面就會出現這個就是 到底 那到底之後呢 如果你今天要再繼續用票據 你就不能洗頭的數據 你只要洗很多氣啊 或是治理啊 或是完 但是 但是啊 但是 如果你 以長遠來看的話 就是 數據的 票的這個數據 留著 治灰靈 再用 第二個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 換去要洗高 一次把全部一樣的都洗高 就算自頂了 你也繼續洗一洗高 反正你還是會再洗回來嘛 所以變成說 練法 白白總 可是問題是在於什麼 在於 我如果用30等的要洗到50等 甚至59 這要浪費太多的龍 那W5 我到時候用抽的 去拼抽 抽一隻 40等的 再洗啊 40等裝甲龍 那剛剛有人說 那裝甲龍到底數數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剛剛隱隱約看到一個很高的數值 我們來打一次就知道了 打一次就知道了 而且 有人說 牠的寵物不出來 因為你沒有常常陪牠出來打 你要常常陪牠出來打 你要常常陪牠出來打 你要常陪牠出來打 表示牠的寵物不出來 表示牠越出來幫你打的寵物很高 我們來看一下技能設定 有沒有看到 30幾就可以有刨紅一閃 撞 刨紅一閃 撞 當然後面還有更強的 這兩個更強的 散閃 應該是全體的 滅閃 那我們就刨紅一閃 撞看牠的效果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牠的情報 這個刨紅一閃 輸出感覺好像是智力 輸出感覺好像是智力 智妹 我們要改成智力 好 好 我們打一場就知道了 因為現在打那個鬼庭好像沒有龍打不了 打不了 打不了 這樣打 不過打一打成龍打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撤龍 不要不要這裡 對 就算打不贏最強的 其他小關卡還是要收 因為有滾生死 王是一定要打的 每個禮拜打一下 這樣子 一打這個片鱗 來看一下這隻龍可以打多少 那當然因為我這個 這隻是 分身啦 小角色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 不用 不用 不用哪個人 能用的都要出來 那我來看一下組合 目前的組合是這樣 這隻有一打 有一打 有一打 左美 道昌女孩盾 我本身是盾 或者也有改特級其他的 基本上盾 雙盾 雙盾 我用材杖 用材杖 因為我沒有 召唱 然後帶個鑰匙 然後有一個 能月 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派能月 這一隻 因為cost也很高 主要你就找一個1的 或者0的 來補 或者是用加成 這個可以讓大家知道 那我們主要是要測這一隻龍 到底輸出是多少 30等了 我拋紅衣場可以打多少 來上 這是 紅色 一隻一下 二隻 甜甜死 這左邊這裡嗎 喔不是 劍兵可以打一下 基本上你如果接鬼神的任務 建議你劍兵都打掉了 當然 他有的 有唱起來 建議你都把他打掉 被軍工拿 多拿著一點點 喔 什麼叫絕閃 快 看一下 湯匙鐵塵 這套的奧義 四個丹尼 這個四個丹尼可以讓他防 絕閃 一萬五 欸蠻強的欸 煩死了 帥齁 反擊要裝了 好的 龍沒有發揮作用 來 我們一下 就是二隻 一下 我就是在想說喔 把這個 清兵跟作戰畫面殺掉 可以讓影片斷 可是 我看日本的直播啊 欸人家是一掛三個小時 嚇死了 哎呀 如果大家可以打完 可是我覺得可以砍掉啦 是可以砍掉 因為中間這個清兵的時間比較長 我這一場不清兵啊 直接打完 欸 借大家清一下啦 就是那個 他的小任務 把他清一下 然後 專心還是放在 夢幻的 夢幻的一個卡龍 因為你發現後期 因為你發現後期 沒有 沒有 Vicky 很酷 後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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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 後半端的 Costum比較低的 角色 骨灰 比較常出現的 你需要準備一些 用來打這個 鬼神的時候 要調度 然後有人說啊 說這個 不可以 引伸過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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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的 他有人說 那個 等級差越多 越不會追你 是沒錯 但是 有一個 例外的條件 就是 這隻要怪 如果他有被設定 可以試破 試破引擎 那跟等級差就沒有關係 好 就等級差沒有關係 因為正常來講 應該是說 等級 是 不管你有沒有引起 等級差 會影響到他追不追你 這是沒有錯 但是 如果他是設定 會試破引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會追你 跟等級就沒有關係 懂我意思嗎 好 那你打 野外的怪物就很厲害 等級差越近 紅怪看到你 一定追你 可是有些怪物 他是 只要看到 他就追你 他不見得等級差 那可能他有被設定為 試破 試破怪 只是因為你那時候沒有引起 可是他還是會追你 有些怪物是這樣子的 關鍵是在裡頭會不會試破 那有時候我們在跑跑跑跑 怎麼會五十幾級 再追我們 因為我們也是八九十 八十幾的 八十五的 五十幾的 有可能他本身就是會試破 那你可以去試啦 可以去試啦 你有覺得那個是破藍綠的問題嗎 這個其實也沒什麼好證的啦 因為 不重要 會不會試破其實是不重要 你只多打幾次 多打幾次 多打幾次 然後如果是 任務目標怪 目標怪的話 上面會有一個小棋子 小棋子 小棋子 這個 幸運流水 這個幸運流水 就是 像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五四的結界 它是把物理攻擊轉換為氣傷害 那 幸運流水的技能 叫做 幸運流水的技能 叫做 敵方的速攻擊 轉換為氣傷害 好 氣傷害 這樣子 就是可以撞團 金剛不壞 必須要在沒有結界的狀態下 才可以 不能不會發動 金剛不會發動的時候呢 你是不可以選擇 所以看有沒有發動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你要讓你的金剛不壞會發動的話 你最好把 自動生成的結界拆掉 監視者要他 監視者要他 見兵要他 見兵要他 本來是以為用不到材杖 可是現在後來發現材杖在低階是蠻這種 這種需要低價可以用到的正常招呼 所以盡可能的材杖跟造長這兩隻喔 你把他的突破冠牌壓低他的口袋 那你就可以運用喔 你看我至少還多帶了個伊達跟索美兩個喔 然後在現場這個遊戲裡面呢 沒有說怎麼樣打才對怎麼樣打才不對啊 因為你如果就算你學人家別人的組合啊 你自己打也不一定會過啊 為什麼 因為你的技能的配置啊出手的方式啊 還有他這些怪物的或藍衣啊出手的或藍衣啊 他每一場其實怪物出手不見的都像頭 其實他有一個你如果有在長期打塔樓的人就知道了 同一隻王正常來講出手的方式應該都會相同 可是可能因為你的技能早出晚出啦 你的這個角色稍微有點變化啊 甚至全部都相同 同樣的王同樣的組合 你打三次四次五次你會發現 他可能當中一兩次是不一樣的 他就是有一些霍然的真條 好笑一張這打都打 他看不出來啊 兩萬四 好像發了一番啊 就是打小怪讓你的寵物去跟你打 他也是有幫助 幫助你們的那個熟悉度啊 所以你要讓你的寵物早點出來 固定出來就是都帶他打 那我發了金剛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有沒有發動 沒有 有沒有發現沒有 你有設計那個預設節節 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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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把他當金剛不要拿掉喔 如果要把他當金剛才不要拿掉喔 跟他打緊一點 好厲害 好 打兩隻尖士的齁 尖兵要打,當然是尖士的 尖士在哪裡啊 尖士是黃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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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士要打兩隻 還沒賭 neither 你ار尺 Kar attendant 拿尖士 米 如果你的盾,看不住的話 不要亂用動靴 能力 雖然是一體兩面的 能月是一體兩面的 因為你的第四是雙方都有效 這東西我已經講了說齊了齁 如果發現你的隊伍一直扛不出對方打 有可能是因為你比較第四的關係 那你就不要用能月齁 就把它換成別的角色 比如說要換成打手歐伏斯這樣 雙部門齁 帶一個高椅齁 雙高椅齁 雙盾雙高椅齁 而且像現在也流行齁 把自己的家層做得很強齁 比如說給他很好的裝備 給他很好的訓練 然後重點是 褲子力也可以給他好一點齁 可以必要的時候可以分享給自己 像盾啊什麼的 所以有的人會特別做幾隻很好的很強的加成齁 尤其是給他很好的裝備齁 就是你身上的裝備再加上這個 天地之力啊或什麼之力的齁 守護之力啊 加上去之後啊 再給他穿 再給你加成穿 效果是存在的齁 當裝好像還包含九九力跟 那些所謂的屬性加成齁等等 那你看你的加成就有多強 應該正常來講就是把你的舊裝給他穿啊 舊裝給他穿 他有一隻在哪裡啊 他有一隻監視者在哪裡 這隻啊 這隻監視者要跑掉 像這個結界在就不能用金剛了齁 我等一下把他拿掉好了 要把他拿掉好了 這就是射一開始就有一個結界了 再打敲一下 射一開始 之後就在哪一個結界 他看起來 有多少錢 要不然 他的手不甩 在那邊 看不到從我出來 希望可以累積他的那個 好 好,來看一下進度到哪裡 打成一個,還缺一隻 他打完了 2-1齁,來看一下裝甲龍 可以打多少 操含2-1 支線2-1 這支要時鐘 遠點時鐘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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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右邊 左邊 1-1 好!2-1原田 來這邊打一下1-1 2-1 做個標記好了 21 好!來! 好!21原田!好! 21原田 然後剛剛我有一個技能啊 翻譯的就是 我看一下啊 那個... 銀劍 好!我自信再... 先問10號 金剛破壞 等一下為什麼 費魯太高 冥禁止水3啊 他是直接就啟動了 冥禁止水3啊 就看你要不要裝啊 如果裝的話就是直覺就沒了 就不能 慶康了 好 打開看好了 所以主要是二之一跟 二之一跟看龍 雨卓沒放 啊 蛤 群師傅 雨卓沒留 哇 帥喔 直接上 內單 我 我是不知道第四對寵物有沒有影響啊 那沒關係啦 這個是 有第四的狀態 來看寵物打位 欸 重複讓他打第一隻 喔來了來了喔 重複來了喔 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你看這麼快喔 你打多少 好笑一掌 7萬6喔 我還是死掉呢 速數掉 7萬6是死掉 7萬6死掉啊 好好好 第一隻第一隻 啊 乾乾先撤了 7萬6死掉了 來來來來 重複來了 重複來了 來來來 重複來了 重複來了 欸不是啦 是我本身 oh my god 7萬6 3萬6死掉了 吃掉了 8萬6死掉了 這根屋也要發生了 小命 1萬5死掉了 1萬6死掉了 1萬6死掉了 它還有一死掉了 2萬6死掉了 2萬6死掉了 3萬6死掉了 一萬鋼 30等 一萬鋼 30等 一萬鋼,... 手似乎 好,剛才有判到七萬多啊 七萬多 我上一場看到八萬四的 應該跟怪的防禦有關啊 怪最快 好,原田始終21了 還是沒有看到他的數字 等一下就把他裂戀 好,把他裂戀 你看,21 七萬六 好的,又破一關了 21 我們看一下22是什麼 龍之一門 22 22 我們再打個22好了 好不好,22 我們再打個22 龍之一門 開戰 要打這兩隻 第一打加後紅隊 兩隻 一路 我們現在打到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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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选择 好 我們重心切過去 重心切過去 嗨 大家好 好 又回來了 來 我們打掉一些兵 沒時間打流 走過正經了 22 支線22 那記得把地圖給大家標一下 這樣 把地圖標一下 那之後你再跑就很快 1-1啊 22啊 2-1啊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龍多少 剛剛有去查一下 這個龍阿 裝甲龍 他是 因為其他存物都沒有記載 我在記輪說都沒有看到 就只有裝甲龍吞四龍 他有特別標籍 尤其裝甲龍 他這個技能 他這個技能很特別 他的技能 居然單發最強是 30等就可以拿 就可以開了 工程那麼多人用裝甲龍 這個裝甲龍阿 他的技能阿 他的40等技能 跟50等的技能 這些都是 屬於群體攻擊 然後群體攻擊的話 相對的他的那個 攻擊率會降低 好多公司 那單發最強的當然就是單發為主 結果這隻裝甲龍在30等就可以裝起來 這個就是單發最強的 裝甲龍 裝甲龍的話 他是選 6萬5千起 那四龍那一隻 我現在沒有四龍 他好像我一個技能 也是單發的 他是7萬5千 那6萬5起 他會牽扯到什麼 牽扯到說 你打的角色是不是在抖阿 他如果是正常狀態 抖的狀態 或是有結界 或包含 因為我用能源打嘛 所以會有第四影響 那當然如果說 你還有其他的強化的屬性阿 或者是 譬如說我們用這個 羽卓美 我們羽卓美是有 強化的功能 強化攻擊力的功能 不知道會被影響到寵物啦 感覺會啦 所以我們剛剛有看到7萬4的 所以我們在看 欸 7萬4 7萬4吧 好 那我們這次再來看他可以打多少 這是有第四的狀態 他要標一下技能阿 目標位置阿 目標位置阿 這是22 目標位置 扣文兩段 好 這如果POW的話應該也會影響吧 把POW一下 好 你打的角色阿 你打的角色 他的防禦力應該也會很強 好 可是他基本上就是6萬5期阿 6萬5期 等下看打多少 喔喔 一打四火攻 這麼強 欸會打氣 好 一桌沒留金血 偏右之作 好 來了喔 可愛的小蟲物出現了 我們來看看小蟲物可以補多少阿 打多少 看來 只能靠龍阿 只能靠龍阿 只能抽到裝甲龍才有機會阿 來 跑紅一閃 打誰 喔6萬5 最低輸出6萬5阿 最低輸出6萬5阿 可愛的裝甲龍阿 要靠他好了 然後一場會出3隻阿 然後一場會出3隻阿 往上寫說一場就 噢噴死了 噢噴死了 剛剛指定上是噴另外一隻的阿 很 很厲害 蜜三瘋 一萬9 爽阿 爽阿 1 5 0 1 1 2 1 2 2 2 1 2 2 2 結束齁 21號就好了 21號就好了 1號就好了 變器長 抓 欸 抓了會抖欸 可是沒死欸 太糟糕 喔 哇 不自己喔 王迴自己喔 就 過兩端了 喔 這場出來三次了欸 還不錯捏 他的配合度好高喔 欸 剛剛怎麼噴出740 欸 奇怪啊 6萬5 真是奇怪啊 算速攻喔 好 裝甲龍 好 不修煉可以用 好 輸出6萬5 騎 輸出6萬5 輸出6萬5 騎 好 裝甲龍 好 三十等的龍就可以用了 就 歡迎大家 都去抽吧 好 抽到裝甲龍就可以 多一個6萬5 輸出 4龍也不錯啦 4龍也不錯 可是 這個三十等就可以用的感覺還不錯 因為他最上去都是全體攻擊的 阿至於有玩家說那個五十九等的那個要試測啦 因為五十等的我捨不得把它拆掉 有機會再來試測 欸 二子二 好 沒有特殊 因為我有帶加成什麼都有帶 好的 就到這裡我們來看開了什麼 好 這裡 二子一 二 好 然後這個 我要修正一下那個 打這個兵的啦 不只打紅兵啦 就是打插紅旗的兵啦 他們是這樣講的 打插紅旗的兵 黃兵也有插紅旗的啦 所以就是打插紅旗的兵就是算可以的 那應該是數量會多一點 數量會多一點 應該不會說是 這個 傳令兵會不會再叫黃兵出來 應該是 我打黃兵插紅旗的 應該這樣數量會多一點 應該夠 也許說比較好夠 可是時間上我覺得可能應該是來不及啦 第一打成十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贊助我們自媒體 那今天就到這裡 二子一 二子二